當時覺得不舒服 然後3月22號的時候 就是精神不濟 一直在嗜睡的 嗜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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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況 那當時雖然他已經沒有腹泻了 可是當時可能還是覺得有腸胃性的問題 所以醫院是給他 呃 禁食 然後打葡萄糖 然後 但 也就是做了很多抽血啊 的檢查 但當時他的手就是已經 都是呈現水腫的狀態 常常抽血打針 已經沒有辦法 打得到 或是抽得到 然後到當天的凌晨 他覺得非常的虛弱 非常的不舒服 就他的描述 他是說 就是像當天要送醫院的時候的 那樣子的虛弱 無力的狀態 那醫院也是緊急給他 就是抽血 凌晨4點的時候 就說他的血糖過高 6點 凌晨6點的時候 說他的肝指數到14000多 那當時其實有考慮要換肝 但可能當時的狀況不是 那麼的理想 在3月23號的下午2點多 他就是送到加護病房 送到加護病房的時候 他還稍微可以一些簡單的應對 譬如說他想要上廁所 等等的 但後來基本上就 情況就 越來越差 醫生就是說 他肝跟腎 都是處於衰竭的狀態 一直到3月25號上午 醫院就跟我們說 就是裝了葉克膜 3月26 醫生也是說 衰竭的很嚴重 用洗腎 所有的生壓的藥 都給他上了 就是要看他自己 有沒有辦法度過 然後到今天上午的時候 醫院就是打來說 他的心跳已經停了 就我父親 他一直都是一個 非常健康的人 沒有任何肝的問題 沒有任何腎的問題 就是去吃了一次飯 不到一個禮拜 人就沒了 這部分我們已經 有跟醫院說 我們是同意相驗的 就無論如何 一定要查清楚 是發生什麼事情 好 至保齡茶室 信A13店發生一次 食物中毒的事件 目前已經累積有11人受害 其中是兩死四命危 我們要聽臺北市衛生局的最新說明 他們共有吃的東西 他們共有吃的東西是這些東西 所以目前這八個案例 到各急診去就診的時候 都是呈現肝衰竭 急性肝衰竭猛爆性肝炎 急性肝衰竭 然後帶血性休克 跟帶血性酸中毒 都是用這個方式來急診 來急診就診 那普遍來講 他們都呈現了肝子數上萬 那血液的酸鹼度都是很偏酸的 那這些都是醫療相關的 目前針對所有的病人 所培養的一般型的病毒跟細菌 會造成食物中毒的病毒跟細菌的培養 目前都是陰性的 也就是常見的這些細菌 或者是病毒培養 所造成的食物中毒 目前都沒有發現 那顯然這個是非常罕見的食物中毒 可能是某一些細菌性的毒素 或者是其他等等都有可能 所以目前醫療機構針對這一部分 那我們的中央急關署等等 或者是這個食藥署 他們針對這個很罕見的這些 這些可能是細菌性的毒素 或相關等等 都有在昨天下午的時候 採完相關的證物 包括到今天凌晨 採完相關的證物 帶回去做化驗跟培養 這需要一點點時間 好 現在保齡茶室中毒的事件 已經造成兩人死亡 台北市政府積茶動作被質疑太過緩慢 而市長蔣萬安跟衛生局長陳恩言 還原整個時間序 更多事實連線記者又任不 好 台北市新衣A13的餐廳保齡茶室這個食物中毒事件 目前已經造成了兩人死亡還有多人是住院治療當中 那麼台北市的積茶速度啊 現在被質疑是不是太慢了才導致這個事件不斷的這個擴大延燒 對此 市長蔣萬安下午出面受訪的時候強調說 他們接貨通報時候24號當天就已經進行了機查 我們起來聽蔣萬安的最新說法 那當然我們在24號接貨通知之後 當天即刻到現場去做了機查 同時也對現場的工作人員進行了要門採集 那同時我們現場看到有任何的缺失即刻要求改善 同時我們也要求在新衣區的保齡即刻勒令停驗 那同時今天也宣佈在台北市所有的保齡分店也全面勒令停驗 好 可以聽到衛生局長是補充說明說 二十四號接貨新北通報後當天馬上就對餐廳進行了機查 而在二十四號當天下午又再接到民眾的一九九九通報 疑似有這個食物中毒的這個不適的一個情形 他們在隔天二十五號時候又再對這個餐廳進行的機查 所以絕對沒有反應慢半拍的一個情況 那可以強調說啊 後續這整個配合作業都會持續的在進行當中 以採訊的情 診斷是極性腎衰竭 所以我本來以為是 因為腎衰竭會造成腮就是嘔吐 跟拉肚子 跟敗血症 大量脫水 全部叫極性腎衰竭 所以這種代表不是細菌性的病毒性的東西 當然毒藥也有可能 但是我是比較傾向前面病毒跟細菌性 但是因為後來一個禮拜以後又一個過世了 這個過世還合併了肝衰竭 多重機關衰竭 肝衰竭最重要的就是毒藥物反應 毒藥物會造成肝衰竭 尤其你不知道要吃農藥去中毒死的 不都隨時都經過三天這一個禮拜 這麼過心 所以我們一定要考慮是毒藥物的問題 這次的問題 我想百分之九十九 應該是毒藥物的問題 毒藥物 他們在說那裡 我覺得有可能就是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什麼 米酵菌酸 你說吃果條 對 果條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米酵菌酸 它裡面有毒素的事 我的毒素 那吃了一米粒就死人了 持續關心這保齡茶吃 吸引A13電爆發的 集體食物中毒案 實際來看一下這個店的Google評論 就會發現說 其實去年就有民眾是抱怨說 點了這個素炸雞腿 結果咬下去這一口 就發現說 裡面有一根拔不出來的黑頭髮 隨機吐了出來 而且水杯也有抹布的味道 用餐過程相當的崩潰 而這食物中毒案已經有兩人死亡 保齡強勢的創辦人林芳萱呢 他也是在以這個食安法證人身份前往的景氣 製作筆錄了 要進一步來釐清相關的真相 律師指出如果經過檢驗確認就是食物中毒 那麼他恐怕面臨的刑事過世致死罪嫌 以及受害家屬的損害賠償 而保齡查室呢 目前衛福部食藥署統計說 這個111年的一共發生了499案食品中毒的案件中 患者是最多的就是2月份 一共有895人 在案件數上以病毒性居多 那又以懦弱病毒為主 12月到3月是這個發生的案件比較高 也比較密集的期間 而細菌性的食物中毒案件就集中於春夏季 可能因為氣候高溫潮濕所導致的 請按索言 請按索言 請按索言